臣赵光义叩解陛下 平身 谢陛下 舅舅和姚树都认了罪 你看 该如何处置 臣向陛下谬见了舅舅 请陛下赐罪 朕并不是要追究你什么谬见之罪 这是问你 该如何处置他们二人 臣以为 娘就这么一个还在世的弟弟了 虽然有错 却是错在无心 要不把他召回朝廷 唯一一个虚职罢 至于姚树 他是通派有连带的责任 可以连将三级 让他重回开封府 代罪立功 你先下去吧 谢陛下不罪之恩 就算我 尽管吗 那公子 尽管 我来 你来 我来 我来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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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你来 我来 你来 拜 拜见官家 你下去吧 坐 你害怕朕吗 又不是洪水猛兽 徐蕊有什么可怕的 徐蕊 你知道吗 朕因为 你与月红神行近似 听你当殿遗失 知道你品性高级 对 果儿纳入宫中 御驾封赏 朕的舅父在黄河洪灾之际 不顾百姓的死活 循环作乐 一律当斩啊 大宋天子 果然能大义灭亲 可是朕 却只能拔他的关 你若 朕愿会令功夫修始情变 只是朕 有一句话提醒 深宫之外 只怕吉纳安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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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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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息怒 陛下息怒 小的错了 小的罪该问死 起来 抬起头来 多大了 小的是我 陛下 陛下息怒 想他错了 想他罪该问死 快收拾吧 是 夫人 官家他怎样了 他 输了很多 他说我可以 回令宫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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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家竟能如此宽容于夫人 这样开明的官家 可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呀 别再说了 我心里乱得很 夫人总是把所有难过的事 都憋在心中 这样下去 是会伤身的呀 看官家那么伤心地离去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今天日朝议 对杜沈赵 杨树一律定罪 陛下 是臣 谬取了杜沈赵和杨树 臣有失察之罪 恳请陛下 恳请陛下 重处 朕要你从今以后 以大宋社稷为重 执人 善奸 谢陛下 杜沈赵 姚树 该当何罪 刘忠成 逃成之 你二人逐审此案 有何鉴定 臣以为二人罪大难数 一律从众治罪 除以死刑 陛下 臣请陛下从宽惩处 将二人发配沙门倒 臣妾以为 杜沈赵刚刚任职三个多余 不清楚防训等事务 可以宽忧 而姚树 曾在台风府任判官多年 那一干菜无所不知 竟玩忽职守 大失民心 嬴儿 臣请 将杜沈赵免官 将姚树出寨 臣以为杜沈赵 可以改判降级 姚树 可以改判流放 臣请将杜沈赵改寿 右膳赞大夫 姚树降职三级 为了肃清立志 为民做主 督沈赵 罢官 姚树 处死 这位姑娘请留步 如果我没有记错 你姓宋 叫宋华阳吧 是的 您 我是开封府大隐家 我姓福 见过夫人 免礼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九年前 在太后娘娘的万寿庆典上 当是你娘带着你去了 是有此事 你看 我就知道我定没认错人 这么多年不见 都变成大姑娘了 也越发俊俏了 谢夫人夸奖 想你告辞 参见赵大爷 又林啊 你我这件是有约定的 官家把姚树斩了之后 没有要事 轻易不要来我府中吗 今天是赵埔乔迁之日 没有人会注意在下的 并且事关重大 定要禀报 说 赵埔的府邸 用钱皆来路不明 其中有李可渡 借着朝廷曹运之事 夹带大量私募 瓷器 运往汴境 还有朝廷许多官员 都向赵埔行贿买官 在下以为 这些证据 足以将赵埔之罪 不不不不不 欲撼动大山 必要有雷霆万军之事 现在还差得很远 我们必须要有 更为坚实有力的实据啊 遵命 官人 你猜我在巷公寺大门外遇见了谁 谁啊 以前节度时宋卧的女儿 宋华阳 宋卧的女儿 对啊 九年前 在太后娘娘的寿典上 我见过这个女孩 当时她还挺小的 才十几岁吧 但是我看官家和王圣人 都特别喜欢她 你不知道 官人 如今这个女孩长大成人 真是长得人见人爱 就连我这个女人看了 我都特别喜欢 我是在想 这官家失去圣人这么多年了 徐蕊又绝对不会为我们所用 何不请官家 立她为圣人呢 好主意啊 这事要是真能成功 官家肯定会对你有好感 好 那就 加紧实行吧 加紧 宰相大人这座府邸呀 虎伟壮观 这才有我大宋宰相的气派 是啊 这府邸在京城 也称得上是独一无二啊 自从开封府建成以来 就从未有过如此的豪宅啊 坐坐坐 坐坐坐 言过其实了 就一座宅院而已 全都官家的红福啊 日后 我们更要尽心竭力 效忠官家 效忠大宋 是是是 在乡人 大宋宿 赵大宇 赵大宇 前来贺席 请 是 臣拜见陛下 平身 谢陛下 陛下 臣去参加了赵宰相的 桥迁之喜 朝中大臣几乎全都去了 还有不少各地的支州等 赵宰相的心腹 真是十分的豪华呀 能比得上开封府吗 那岂是开封府所能比的 陛下 三年前 微臣和卢多逊 曾经上奏陛下 请陛下策立新圣人 三年已过 不知 以后再说吧 陛下 圣人之位已经虚空五年了 这可是空前的 要不就离徐夫人如何 朕从无此意 朕已下诏 让他返回令宫府了 只是他尚未复旨 近年来 臣一直留心查访 如今替陛下选中了一人 此女名叫宋华阳 她的祖母和母亲 都是前朝的公主 父亲宋卧现为史相 许多年前 陛下和王圣人 曾经见过她的 当时十分喜欢 不知陛下可否记得 朕想不起来了 如今这宋华阳 更出落得亭亭玉丽 光彩照人 朕想起来了 当时他还说 朕不像他想象中的皇帝 是是是 如今陛下要是见到他 一定会更加喜欢 宋华阳年方时期 正是出嫁的好年龄 要不 就离宋华阳为圣人吧 圣人的事 以后再说吧 大爷 宋齐宋侄州求见 果然来了 我没有白给他准备酒宴 大爷料定他会来 当初我把他收留在开封府 是有执欲之恩吧 他去龙州 也是我让卢多逊替他安排的 又有着身之情 难道他不该过来谢谢我了 再说了 他会把和我见面的所有情况 都禀告给赵璞 我就让他当一回奖干 好让赵璞 对我彻底的放心 大爷将计就计 赵璞是在劫难逃啊 宋侄州 这次请你到宰相府来 是有一事相商啊 请 好 谢过楚吉祥 宋侄州没来之前 我就劝过宰相大人 用这次龙州发水直击 想让朝廷多发些钱粮 再由你将其中的一半 其留给相府 以备建造相府园林之用 可宰相大人坚决不同意 我知道 你对宰相大人十分忠诚 可我不知道 宋侄州有没有这个胆子 下官自当听从宰相大人 和楚吉祥的安排 好 请 请请请 参见大人 坐坐 宋侄州为了龙州水灾一事 在境奔忙 辛苦了 谢过在下大人 在下刚从开封府回来 赵大人对你还和以前一样吗 比赛下离开开封府前 更为热情 坦诚 他对你没有弃过疑心 丝毫没有 他对我在龙州的政绩相当满意 他还说起了 当年推荐舅舅杜沈赵 十分后悔 为我没给他丢脸而感到高兴 他还说起了 他当年在开封府时 与赵宰相名争暗斗 是年轻气盛 十分后悔 你听他这话 是真话吗 若有虚此 在下岂能看不出来 大人 看来赵大尹能够审时度势 他心里一定明白 不是宰相大人的对手 对宰相大人也是心服口服啊 现在官家的胞弟都不敢造次 大人 这整个大宋朝 有谁还敢跟宰相大人作对呢 但愿如此 今日早朝 有何时起奏 陛下 臣有本奏 王圣人已离去五年了 圣人之位不能再空下去了 请陛下 请陛下 尽快策立新圣人 陛下 赵大尹所奏非常事宜 请陛下恩准 陛下 臣恳请陛下 在近期便确定新圣人 恭请陛下 早策新圣人 恭请陛下 早策新圣人 好吧 那我就 听你们大伙的 驱除此事 回见啊 不止扶夫人驾到 有失远迎 还请恕罪啊 好 请上座 上座 宋始相 刘夫人 我今天来 是给你们道喜的 官家已经下诏书 将册封令爱为圣人 这 这 你们就放心吧 此事官家已经确定 这是宋府的大喜啊 什么大喜事啊 华阳 快来拜见福夫人 福夫人好 华阳 你看 我和你多有缘啊 那天在相国寺外一见 我就觉得你该是新的圣人 回到家 我就跟我家官人说 让他赶紧去跟官家说 那官家一听我家官人说的话 马上就下诏书了 多谢福夫人 您可是我们家小女的大恩人 福夫人 如果小女子进宫了 还能回来看望父母吗 你就放心吧 只要经过官家的恩准 便是可以的 那我就放心了 如果能回来看望父母 那我就去当这个大宋国的圣人吧 华阳 不得放肆 京娘拜见哥哥 你还是朕的妹妹吗 怎么 官家哥哥不认我这个妹妹了 多久没来看朕了 哥 是我误会你了 哥 你知道吗 我去见过宋华阳了 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小嫂子 你去看过她了 我刚从宋府出来 就直奔皇宫了 哥 妹妹恭喜你 这还差不多 我觉得呀 你没令那个徐蕊就对了 我总觉得 你应该把徐蕊 赶回孟长府去 徐蕊在宫中另有一众 你不要胡乱揣度朕的用意 那哥哥什么时候大婚呢 朕已经安排太常官员 选择即日了 那哥哥大婚的时候 妹妹能做点什么呀 你接新娘子呗 哥哥放心 妹妹一定会办得很好 夫人 官家 官家她把宋卧之女 宋华阳选为圣人了 夫人来这福宁宫 已经三年多了呀 这大宋的福宁宫 原本就不是我们的七身之所 朕就要成婚了 我宋家的女孩 也是你喜欢的 不知道将来 能不能像你一样的贤惠 自从那日见到你 朕就有一种月红重生的喜悦 我心里 你听了你吟诗 更感到 你不光是样子长得像的 你的脾气 明信 知晓 都跟她 如同一人 露色迎月花 池水换青莎 那夜山河崩塌 马蹄间黄沙 雪映了晚霞 你回歌天下 一场风 烟潇洒 深入的王家 新人对拜 我用此生作画 将名书饮下 伴你灯高和卦 说盛世泛华 你用此生作画 众人退出洞乏 强人的菩萨 从此沧海流沙 看千贵 狂荡 陛 陛下 你怎么不笑了 陛下和九年前 臣妾见到的不太一样了 是吗 哪儿不一样了 老了吧 陛下才没有呢 九年了 谁会没有变化 臣妾也变了很多吧 你 那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呢 那次拜寿的情景 臣妾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特别是离开崇原殿 去了太后娘娘那儿 臣妾当时的胆子真的好大 居然问王圣人她是谁 被娘责备失礼 才给王圣人叩拜 王圣人可好了 亲手拉着臣妾 臣妾便看着她 不由地说 圣人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人 还这般同情达理 真是个好国母 这时候 陛下便走了进来 还记得吗 陛下 你怎么了 啊 朕觉得 你只是个小姑娘 比朕的大女儿还要小五岁 臣妾的爹爹很宠臣妾 陛下 你也很宠女儿吧 朕可没有 像你的父亲宠爱你一样 有那么多的闲暇 去宠爱自己的女儿 那就宠爱臣妾吧 臣妾请求陛下 像臣妾的父亲一样宠爱臣妾 这样 在陛下身边 就和在家里相同了 参见送圣人 恭贺送圣人 平身 坐 谢谢圣人 如今成了圣人 还真是有点国母的威仪了 宫中一切可习惯 还好 就是 这头有点重 还有这礼仪 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没关系的圣人 慢慢习惯就好了 这说来也巧 那天在相国寺大门外 那么多人 咱们俩怎么就遇见了呢 可真是缘分啊 是啊 可能这就是天意 或者是佛祖之意 是 是佛祖之意 那天我见过你之后 回到家我就跟我家官人说了 我家官人马上就去语书房跟官家说了 官家这才突然想到你的 突然 不会吧 官家昨晚还亲口跟我说 这九年来 一直都没忘了当年见过的我 他还说 他记得 当初我不认他是皇帝 他还拉着我的手 摸着我的头说 真是个可爱的女孩 姐姐可能还不知道吧 当年相见时 官家别喜欢上我 即便那天 咱俩在相国寺门口没有相遇 官家也会立我为圣人 这是天意 上天之意 天子之意 是命 是啊 是命啊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想陛下了 急着想看看陛下是怎么披奏折的 就忍不住来了 不行吗 行 但是重元殿不行 那是王圣人 我还以为是徐夫人呢 真是个孩子 她人真好 自从臣妾见过她 便没能忘了她 知道她病天 我还在家哭了一场呢 老天不恭 好人不长寿 臣妾请罪 因为假传圣旨 怎么回事啊 福夫人刚才又来耳福殿了 又说起与臣妾相遇 赵大眼提亲 那天他们去臣妾娘家祝贺的时候 就不止一次地说这个 本来我很感激她 可今天却觉得她有些讨嫌 便对她讲 昨夜陛下还跟我说 这九年来 一直都没有忘记当年见过的我 当年相见时陛下便喜欢上我 就算我俩没有相遇 陛下也会立我为圣人 这是天意 就这么个假传圣旨啊 禀陛下 燕国长公主求见 让她进来 是 京娘拜见官家 圣人 京娘今天是怎么了 你从来不跟朕行礼的呀 那是哥哥特许的 今天可不一样 可不能让圣人小嫂子 觉得官家的妹妹不懂礼数啊 官家不让你行礼 我也不让你跟我行礼 以后你跟官家怎么样 就跟我怎么样好不好 哥 你看看这小嫂子 跟我多亲哪 你们俩就像是亲姐妹 那是自然的了 是不是 我这小嫂子可跟有的人不一样 正好你来了 你就带着她到宫里转转 熟悉一下宫中的典仪 朕这儿还有些折子要披走 好的 好 走吧 陛下 臣表弟惠林 经同窗北汉国宰相郭巫围的推荐 已经担任北汉国的公奉官了 他刚派人给臣送来了封密信 内称北汉国主刘军已经病故 由其子刘继恩即位 刘继恩此人性情粗暴 毫无主见 招令西改 还有 北汉和辽国的关系日渐恶化 惠林以为 现在是大宋国平定北汉国的最佳时刻 宣 赵普 李重俊 楚昭府 是 好 你尽快给惠林复信 让他劝说国无为 尽量多地联络文武大臣 威顺朕 朕必有后代 另外 北汉国主的名将杨继夜 你被惠林设计打入了大牢 好 臣拜见陛下 平身 谢陛下 叫你们来 是想跟你们说 这个北汉国的新国主刘继恩 和他的宰相郭无为 发生了争执 将其辱骂 君相侧目 经魏荣的表弟惠林全说 这个郭无为 已经下了决心 要反叛刘继恩 还有一个 对我们十分有利 是其名将杨继夜 已经被惠林设计 打入了大牢 陛下 臣以为不可 刘继恩以郭无为不和 他就一定会将其治罪 郭无为就成不了我大宋的内应 陛下 凭天下 先南后北之大计 是您亲自定的 怎么能轻易地改呢 臣以为在相所言十分在理 不如等待汉国继续内乱 再出兵为时不晚 陛下 出征汉国此乃大局 出征兵员数量也不少 所需均需粮草亦会很多 应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此时怎么能骤然准备齐全呢 名贵神速出其不一方能获胜 要是等什么都准备齐了 岂不一误了战绩 王者之事出则有名啊 我大宋和汉国一直 朕刚刚登基的时候 这个北汉国 就出兵帮助里云叛乱 这难道不是出兵的最好的理由吗 宋国向我发兵了 宋国向我发兵了 李继勋带领四万兵王便想灭我汉国 向我汉国也有十州之地六万大军呢 陛下 宋国既然来打 就不会只有李继勋领兵四万 想必这是先锋 之后必定有后续的大军 马丰马将军是朕最得力的大将了 如今连他也力敢不止 如此说来 那朕的江山 岂不是有了道玄之灾 陛下 臣保举一人 必能退敌 快说 杨继夜 杨继夜 他不是要谋反吗 如今已被关在牢里 陛下 这些都是奸人诬陷 绝无此事 臣已向上人头 及全家性命担保 臣可以断言 若不启用杨无敌杨继夜 我们北汉那可不保啊 请求陛下 启用杨无敌 众卿请起 谢陛下 谢陛下 苏去刑部宣旧 将杨继夜押来见驾 罪臣杨继夜 拜见陛下 爱卿 快快请起 谢陛下 爱卿 朕已知道你含冤入狱 今特赦你无罪 谢陛下隆恩 杨继夜 从现在起 你便叫刘继夜 朕赐你国姓 官拜剑雄军节度使 感谢陛下 感谢隆恩 刘继世 这汉国的江山 尚需要你刘继夜保全哪 今天朕接到马封马将军的纵包 宋国已向我发兵 刘继夜 朕命你为南面行营都部署 领京城进军两万 速去退离 微臣领旨 李承旨 臣在 你辛苦一趟 带上朕的亲笔书信 去见辽国的皇帝 若辽汉联手抗送 朕 又何惧赵匡印来 怎么 大宋派兵攻打汉国 宋国明知大辽皇帝 与汉国皇帝是亲书之关系 却无视大辽国的国威 悍然出兵 可恨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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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